女人被卷发棒烫伤后 茶壶传出诡异声响 女人走上前去 发现里面竟然躺着200块 此时女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再次烫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茶壶又吐出了700块 紧接着她一脚踢上了椅子 甚至一拳狠狠地砸向了柜子 茶壶里的钞票不断地向外飞出 原来这个神秘的茶壶 在人感受到疼痛时便会产生钞票 而这个神奇的茶壶 又是怎么出现在女人手中呢 原来 这天女人和丈夫外出采购时 发生了车祸 丈夫正在和交警协调 此时女人发现一个诡异的老太 神色慌张地抱着茶壶 走进了一家古董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人跟了进去 并发现了单独放置的茶壶 趁着老太在接电话 抱起茶壶就跑了出来回了家 回到家后 女人和丈夫约定 赚够100万就收手 为了让茶壶多吐出钞票 女人和她丈夫一起 脱毛 拔牙 甚至纹身 叫声越大 茶壶吐出的钞票越多 正当女人和男人沉浸在 对未来美好幻想时 有人敲响了房门 就在男人开门的时候 两个黑衣人突然闯了进来 他们自称是 不懂电脑太的孙子 为了找回被他们偷走的茶壶 对着男人就是拳打脚踢 女人集中生智 拿出了茶壶里的钱 告诉他们茶壶已经被卖出去了 拿到钱以后 黑衣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之后女人和丈夫 靠着茶壶里的钱 换了新车 买了首饰和衣服 搬进了豪宅 就在两人在新家打情骂俏的时候 窗外有个酗酒的男人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仔细看 这个男人不顾女人的求饶 狠狠地将茶壶抛向了马路中间 踩紧油门开着车碾压了过去 随后扬长而去 女人见状情绪崩溃 心急如焚地跑了过去 可诡异的是原本损坏的茶壶 竟然肉眼可见地在恢复 等到女人拿起茶壶的时候 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茶壶 早在女人办派对的时候 一个博士就找上门来 告诉过他们茶壶非常危险 并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起初他们并不在意 直到茶壶被撞后人完好无损 他们再次起了疑心 便带着茶壶找上了博士 才了解了茶壶的历史 原来这是个欲望之狐 在人们使用它的时候 它会激发人类心中的恶意 博士一家穷妻一生都在寻找 并且将它销毁 博士想要拿走茶壶销毁 女人却不同意 他认为自己能克制住欲望 并且说服了他的丈夫 随后女人恢复到了以往的生活 这天跟着邻居出门逛街的时候 遇到了以前的闺蜜 从以往的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女人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然而这天夜里 女人发现有人闯进了他们家 结果发现又是古董店老太的孙子 他们不仅席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财 而且深知茶壶带来的危害 因此想借女人的手来获得钱财 女人自然不会轻易地让他们离开 在双方撕扯的过程中 女人和她丈夫都被打晕了过去 而老太孙子却不小心碰到了茶壶 他们并不知道 一旦碰到了茶壶 便会受到茶壶的影响 直至丢了信物 这个男人和女人跪在地上 眼前的人拿着枪准备杀了他们 突然两个黑衣人闯了进来 双方争执一触即发 此时跪在地板上的男人 一把拉起了女人躲到边上 一阵枪响过后 男人探出头看 只见人都倒在了满地钞票里 两人走到了桌子前面 一同拿起了茶壶 走出了小木屋 此时 屋外有个身穿西装的男人 正是之前的博士 女人和她丈夫相识一言 最终还是把茶壶交给了博士 是什么 让对茶壶执念之深的女人 很心甘情愿交出茶壶 时间回到几天前 女人在公园的时候 一个滑板男孩摔了一跤 茶壶里竟然铲出了钞票 女人便迫不及待地回家 告诉了男人这件事 为此二人来到地下拳馆 纹身店甚至是产房 茶壶也源源不断地升出钞票来 他开始开着车 四处寻找能产生痛苦的地方 男人劝他放弃回家 而女人也似乎陷入了一种魔争 恍惚中差点撞上一个路人 随后二人下车发生争执 这时候他们发现 原来不止肉体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茶壶也能够铲出钞票 他们开始互相攻击 把对方的心上的千疮百口 直到任何语言对他们毫无作用以后 他们开始把目标放在了邻居 前老板上 但是女人仍不满足 他开始觉得杀人 能够使茶壶产生更多的钱 他开始为他的计划做准备 男人此时也意识到女人执念太深 劝解无果后便独自一人回家 女人回家洗漱完后 发现男人抱着茶壶坐在窗户边 男人明白要想女人回头就必须做点什么 他果断抱着茶壶跳了下去 此时的女人才意识到 没有男人拥有全世界都没有用 至此女人终于放下心结 决定把茶壶交给博士处理 却不曾想当天夜里 之前的房东偷走了他们的茶壶 等到他们发现赶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为时已晚 于是有了开头 房东与他的女友克制不住欲望 想要杀人的一幕 故事的最后女人回到了以前的日子 温馨平凡且快乐着 这个神秘的茶壶 也被博士沉入大海 永不见天日 本部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 其实欲望本无形状 影片借茶壶的形象 向人们展示了 欲望的背后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不要为了一己私欲 去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人 与其穷其一生在追逐世俗的欲望 不如停下脚步来 发现身边的简单快乐美好